俄罗斯公开展示9M729导弹。 2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发表2019年国情资文,再次抨击美国暂停旅行中导条约的单边主义行为,同时亮出多款撒手舰武器,展现强硬立场,发出严重警告,标志美俄围绕该条约的角力继续升级。 美国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终止谈判进程,中导条约,由此进入休克状态,实质上已名存实亡,中导条约破裂的前景,无疑将沉重打击多年来全球核军控的努力,或将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加大核武器扩散风险,进而破坏全球战略平衡及安全稳定。 颁出违约证据,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国际化与主导权,在中导问题上,该方面指责俄罗斯的违约行为,特别是抓住俄9M729导弹大作文章。 但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始终未能提供该型导弹违载条约的确凿证据,俄罗斯一度积极向国际社会救9M729导弹给出有说服力的说明。 比如今年1月23日,俄外交部和国防部,为外国驻俄武官,举行介绍9M729导弹的联合说明会。 但除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外,其他北约成员国代表无意出席。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指责美国施压盟友在中导问题上,同俄罗斯保持距离。 美国中情局确称俄罗斯所展示的导弹,并非真实的9M729导弹。 同时,俄罗斯抨击美国方面的违约行为,以此回击美国及西方妖魔化俄罗斯的图谋。 2月19日,俄国防部向外界展示美国公然违反中导条约的确凿证据,主要聚焦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美国已在罗马尼亚部署,未来将在波兰及日本部署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美国及北约声称,MK41,是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发射装置,仅具有防御性质。 但俄罗斯指出,MK41的通用性,使其具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 而该型导弹的射程,达2500公里至3000公里,突破了中导条约的规定范围。 另外,美国在测试反导系统时所发射的靶弹本身,也属于中程及中短程导弹的范畴。 可见美国在构筑反导系统的同时,也在变相进行中程导弹的研发及试验。 二是美国军工企业,已开展中程导弹的生产。 俄国防部称,早在2017年6月, 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工厂,启动中导条约,所禁止的中程与中短程导弹生产计划。 俄国防部公布的图片显示, 该工厂在近两年扩大厂房面积,健全各类保障设施,增加员工数量。 俄方据此推断,该工厂已从零部件生产,转入发动机测试及单体组装,大秀新型武器。 在今年的国情资文演讲中,普京强调, 俄罗斯开发先进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工作,正在按照计划,不间断逐步进行,并有意透露武器研发的阶段性信息。 通过略举先进武器,提醒美国面对这样的现实,俄罗斯军工领域,仍具备不俗实力及巨大潜力。 俄罗斯以撒手剑武器,作为同美国就中导条约进行博弈的标志性,常态化外交辞令。 目的是让美国抛弃妄图,通过退约,形成对俄军事优势,构建对俄战略挤压的幻想。 促使美国,应当先算算俄先进武器系统的射程和速度,然后再采取可能给俄构成更多严峻威胁的决定。 从而正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和安全关切。 去年3月,普京发表国情资文时,曾集中介绍数款超级尖端武器,这些武器涵盖陆海空天各领域,并在过去一年间进行密集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些武器无一不止向美国花费数十年,及数千亿美元打造的全球反导系统,使其应有的防御价值完全归零。 在今年国情资文发布的当天,俄国防部向外界展示波赛东周际无人前航器的测试视频。 该型武器可装载核弹药,以核潜艇为搭载平台,将于今年春季进行试航。 能突破西方当前和未来防空反导系统先锋导弹系统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已经投入量产。 首个先锋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加入俄战斗值班序列。 今年被普京重点提及的,被誉为航母杀手的高10高超音速导弹,计划装备俄轻型导弹护卫舰,将对美国航母构成重大威胁。 内置小型核反应堆,续航及射程无极限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已经完成测试。 未来可实施复杂,迂回飞行,已绕过美国防导拦截区域。 直指太空领域作战对手空间资源的配列斯维特机光武器系统,已在部署地展开训练。 其弹药无限,攻击速度快,消费比高的特点,将改变未来作战模式。 被西方视为核战争噩梦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制造工作正在进行。 计划于2021年列装部队,美俄战略对抗加剧。 俄罗斯所展示的武器,都是源于冷战时期的研发项目。 上世纪80年代中导条约签订前,美苏英对峙相继在欧洲部署导弹。 1983年,美国在西德部署108枚当时最先进的潘兴副二型洲际导弹,能够在八分钟内打到莫斯科,为缓解自身安全压力。 同时对美国构成战略反制。 苏联致力于发展能够对美国本土构成实质威胁的武器,即武器系统。 中导条约签署并执行后,苏联销毁1752枚洲际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 美国相应的销毁859枚相关武器研发计划,也就此搁置。 如今中导条约的实质约束力,已不复存在。 俄罗斯重新启动冷战时期封存的技术和对抗逻辑。 普京就此表示,俄罗斯将被迫考虑,对称和不对称行动,所研发武器,不仅可用于打击直接威胁来原地的领土,还可打击部署那些导弹系统的决策中心。 普京还警告美国,如果希望再面对一场古巴导弹危机,俄罗斯在军事上已做好准备,将在美国领海附近的舰船或潜艇上部署高超音速和导弹。 与此同时,美国更加注重大国竞争与战略转型。 2月19日,特朗普签署一项政策指令,要求美国国防部、起草、成立太空军法案,打造美国武装力量第六军种。 该指令虽因各方阻力,将太空军暂时归入空军辖下,但进一步明确了太空军的目标和功能,使美国有能力在太空投入迅速、持续的攻防行动。 有分析指出,美国组建太空军,继承了冷战思维的一波,意图开启一场二、零版本的星球大战、星球在太空、板岛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与战略威慑能力,继而达成碾压俄罗斯战略投入,消磨俄罗斯战略经历的目的。 第六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变动中的世界与中国24日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郭小冰,参加此次论坛,并在国际体系新变化、一体讨论中阐述了国际军控的三方面巨大变化。 郭小冰表示,现在军控正处在一个大的转变的时代,核裁军,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控制问题,核不扩散。 根据核不扩散武器条约,不能像NPT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核安全,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 这三个层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第一,狭义的核军控,及核裁军。 现在进入激烈的大国博弈期,原有的军控体系正在崩溃,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第二,